所以現在大家拿出來聽的時候 經常會心微笑的感覺 因為覺得當時廣東話的咬字 好像特別誇張一點 因為怕咬得不正 所以那個腔口跟現在很大分別 HELLO 大家好 又是每月一交的時候 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這次真的遲了少少跟大家見面 不過亦有另一個興奮的消息跟大家宣布 就是8月7日8日紅磡體育館 太極演唱會終於來了 記住買票 因為這個演唱會關係 所以今個月多了很多宣傳上面 或者是訪問的 所以引致到我這個每月一交 是會遲了少少跟大家見面 大家已經會原諒我 講開8月演唱會 當然是今個月的每月一交的主角 就是太極了 沒錯 我帶了手上這一隻 第一隻第一隻太極的大碟 大家覺得第一隻太極的大碟 這麼有趣的 為什麼白書說什麼都沒有 對啊 而且裡面都是一樣 Santa Label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只是寫著 Sample 沒錯 這就是我們第一隻錄的大碟 太極 而這一隻就是 Sample 即是板來的 因為我們當時把這個大碟錄完之後 就把母帶寄了去美國 叫做Bernie Grubman 做 Mastery 然後寄回來給我們試聽的一隻板 這隻真的是真創 外面沒有得賣的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錄第一隻碟的時候的一些片段 相信大家都應該記得我們第一隻碟裡面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當然有 《紅色跑車》這首歌 《紅色跑車》當然是 《殷葵曲詞》包辦的一隻歌 大家都應該記憶猶新 在《紅色跑車》裡面 有一個玻璃聲 Prang 那個聲音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是怎樣錄出來的 因為當時 你知道我們當時是錄 叫做Analog的時候 又沒有電腦 錄下去了一頂叫做 兩吋的Multitrack的帶 大概有16條Track 沒有電腦 沒有Sample 那怎樣去找一個玻璃瓶聲呢 當然唯有用真的瓶 去打碎它 然後錄下來 將它放下去 所以當時 在那個錄音室 我還記得 是在尖沙咀 金巴利道 叫做Studio A的錄音室 現在已經沒有了 當時的錄音室是在頂樓的 所以有個後樓梯 我們在一個夜蘭人靜的時候 就買了一些玻璃瓶 不是玻璃瓶 是啤酒 汽水 上去然後倒入裡面的飲料 然後就逐個瓶 嘗試一下哪個聲音是夠響亮和清脆 最後試了好幾個 我記得有一個品牌的 經常都喝的汽水瓶 很厚的 嘩 扔不爛不自可 而且沒什麼聲音 當然扔不爛 因為它夠厚 結果 就是有一隻啤酒瓶 最響亮 最清脆的 我們就用了那隻牌子的啤酒瓶 就像我們參加當時的流行音樂節的贊助商一樣 所以因為它而我們拿到冠軍 而又因為它我們拿到這個聲音 多謝 除了拿這個玻璃瓶聲之外 也都有一隻歌的intro 如果大家記得 就叫做未拍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shutter 就是相機的快門聲 亦都是同樣 我們是用一個真的相機 當時是菲林機 就是拍菲林的相機 是德哥拿出來的 是一隻叫做Nikon的牌子 錄了它的快門聲 然後就把它放進這隻未拍的前奏 還要增加它的神秘感 所以當時都覺得這首歌 聽起來是挺神秘的 記得當時錄這個碟的時候 當然 除了要多謝當時的錄音師 包括有David Lane Jr. 以及Gordon Ooyang 因為他們當時都是合樂隊的 所以在錄製的過程 亦都跟我們分享了很多技巧 不同的技術 唱歌無論是彈結他 都給了很多意見 很多謝這兩位前輩 更加要多謝當時的唱片公司老闆 KK王 因為當時小音樂唱片公司 亦都給了無限的資源 讓我們可以在錄音室裡面 盡量利用錄音室的時間 去試我們的不同的聲音 裸音樂唱片公司 或者是怎樣用音樂去收音 用咪 因為當時大家都是很green 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入錄音室 去錄錄音 你知道我們小朋友又不太懂 很多時候在裸音樂唱片公司 或者是用吉他音樂的時候 都要調整很久的聲音 或者試試用什麼咪 或者擺咪的位置 都要試很多次 在錄音室裡面都度過很多這些時間 亦都很享受 因為在錄音室裡面 除了真的彈的時候 很多時候不用彈的時候 或者我們又不用錄音的時候 錄唱歌的時候 也都會陪著我們的隊友 一起在錄音室裡面度過 所以差不多好像是說 帶上睡袋去睡覺一樣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亦都學到很多東西 以後的唱片錄音的時候 亦都獲益良多 學到很多東西 在這裡再次要多謝 小音樂唱片公司 另外還有要多謝當時 我們錄這個碟的時候 除了我們個別成員有作品之外 亦都有很多其他朋友 亦都有幫忙在我們這張唱片上 幫我們創作 譬如有當時的樂隊China 的結他手Peter Ng 是當時的結他手 其實是我們的偶像 亦都寫了一隻理想都給我們 另外亦都有當時的名作曲家 Mahmoud林姆德先生 亦都作了一隻作品給我們 亦都有當時跟我們一起 同一間唱片公司的樂隊 叫做Lady Diana 王菲樂隊裡面的安格斯先生 亦都寫了一隻作品給我們 叫做戀愛的結局 殷葵除了有紅色跑車之外 亦都作了從未愛過給我們 當時我自己的作品 當然就是當時的參賽作品 暴風紅唇 Garry Tong也都有作品 所以整隻碟十隻歌 都是我們本地的創作 在這裏很多謝其他幫我們創作的朋友 在這裏亦都要再次要多謝 因為陪我們經歷了這麼多時間 在錄音室 多謝所有工程師和其他成員 都很努力地在錄音室磨練 去鍛鍊 其實另外亦都可以分享一首叫做 李上刀就是Joey Tang唱的歌 當時你知道Joey Tang 一向都是唱英文歌 但跟我們一樣 但是在唱廣東話的時候 比較上沒有那麼習慣 所以現在大家拿出來聽的時候 都經常有一點會心微笑的感覺 因為覺得當時的廣東話咬字 好像特別誇張一點 因為怕咬得不正 所以那個康口跟現在很大分別 現在就不同了 大家應該有看他超過一年的電視音樂節目 在Chill Club 裏面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聽到他唱歌 亦都覺得他的唱歌非常了得 除了結他勁之外 亦都有一次 我都分享一下 我自己錄這首在第一支碟裏面的一首 大家都很喜歡的一首抒情歌 就是他 裡面亦都有一些不同的技巧 當時我們的唱片監製 亦都要多謝他 是鄧祖德 我們的經理人 Joey Tang 幫我們監製這支碟 幫我聽一下 在Vocal上面 給他一些好意見 在錄製這首歌的時候 我跟他其實有少少爭辯 因為錄到 大家都覺得OK的時候 即我都覺得OK的時候 他就說不如不要吧 Pat 這兩句可以唱得好一點 不如再唱多兩次 當時我自己的年紀又少 有少少包吵頸 有少少鬥氣 又覺得其實都OK 唱得不錯 不如再聽幾次 你行不行 OK啦 不如收貨吧 結果Jo Tang也很好人 覺得其實都OK的 所以現在大家聽到的版本 亦都是當時 我在極力說服Jo Tang之下 就收了貨 很多謝Jo Tang當時包容我 希望大家 都覺得這支作品 其實都唱得OK 那就OK啦 在這裡記得 再提大家 8月紅館 8月7日8日見面 記住 約實大家 8月紅館見啦 到哪兒 到哪兒